那一天发生的事情 你都不记得了吗 是不是 因为有的时候觉得失调吗 在爸爸的陪同下 来到台北地方法院 胡佳瑞这回不敢再闹事 低调一句话都没说 所以为了佳瑞请家荡产 这样赔好多钱 见到镜头低头微笑 这回出庭救赎了两个月前 嚣张呛警 但他在法庭上打苦情牌 说自己生了病 完全不记得那些失控行为 派出所门口高分被叫嚣 袁警怎么劝说都没有用 只能强硬执法 把他压制上口 抢杀警察被依妨害公务最嫌起诉 不过胡佳瑞却说 因为自己有妄想 患有思觉失调症否认犯罪 除了这罪名 胡佳瑞更要担心的是 得面对长达十八年的 有期徒刑 因为前年六月 他开车撞死清大博士生 还烧毁对方笔电 被高等法院重判 而民事部分判赔七百六十四万元 时隔两年又惹麻烦 抢警察还搬出生病理由 难道是为了要替自己找个借口 试图逃避行则吗 记者刘帅李宇景台北报道